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了解客观乐队的人应该也会想到就是主人公肯定还是主唱 然后呢 当然这个故事里也有几个男配角啊 就又从乐队的作品开始说起了 就是他们在早年间出道时曾经发行过一首名为Daddy的这首歌曲 就记载了他个人的一个被父亲猥亵的亲身经历 其实我听了这首歌啊 然后真是比较诡异 然后就像早年间有些评论家评论的那样的 Corn的音乐 尤其是早期作品 从音乐到嗓音 真是相当低沉啊 Corn of the whisper from hell 所以这样的悲惨经历呢 可能在之后呢这样一首歌 但是这首歌曲呢 其实Corn乐队在自己的成军历程中 是比较少去现场演绎他的 但是由于这歌曲的背景呢 确实很多歌迷都是希望看到的一首乐队现场 在有一年Corn乐队做过一个演出歌曲的投票 这首歌是名列榜首 所以后来但是主唱Jonathan表示呢 实在是不太想演那首歌 这首歌对他个人经历来讲呢 还是具备一定的魔性的 他个人认为呢 这种魔性呢 如果是不断的给大家表现在舞台上 他就失去了本身这歌的意义 所以在15年之前呢 基本上是持续的拒绝演出这首歌 But anyway 人生就是在不断的认识世界 以及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成长并完善的 所以2015年之后 Corn乐队在近20年的乐队历程中 第一次在拉斯维加斯的《Rook and Ball》演出了这首曲目 所以就这个经历看来呢 可能主唱Jonathan也是逐渐的实现了自我的对话 然后以及惨痛经历的自我疗传的完善 诶 但是啊 咱就现在不是比惨吗 说到这个小时候被父亲的猥亵 但是你以为他的悲惨经历什么招就结束了吗 以为阳光明星开始挣钱有妞了 就一路顺烫 没有烦心事 没有苦恼 永远都是一个牛逼的阳光明星了吗 也不是 那真不是 据Jonathan的个人一些报道来讲呢 他在少年的时期呢 之后父亲的这个继母也是对他非常不好 所以导致后来父亲跟继母也离婚了 在Krong Magazine的一次采访中呢 Jonathan自己说 When I was a kid I was being abused by somebody else And I went to my parents and told them about it 他报道中他也提到了 说当时他被一些人虐待呢 他就告诉他的父母 可是他父母就是什么都没做 所以呢 他其实也不是特别想谈论那首歌 之后一些报道也说到了 他在这个上学时期呢 也还遭遇过了校园霸凌 所以说为什么特别想分享呢 就觉得Jonathan的人生真的是非常励志 但是又听到这儿 大家以为他的悲惨经历就结束了吗 没有 在Jonathan事业风光的同时啊 他也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位妻子 第二位妻子呢 是早前一位成人片的女明星 但是呢 在他们这十几年的婚姻里面呢 由于之前那些个陋席 所以导致呢 他们的婚姻也是无法继续 前妻呢 也出现了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 甚至是对他们的孩子呢 造成了一些精神层面的影响 所以在分居之后 一次对前妻提出的不能见孩子禁令的时候 也就是18年Korn在录制上一张专辑Nothing的时候 发现前妻由于服用药物过量导致死亡 再紧接着之后 也是录人女生专辑的过程中呢 Jonathan的母亲也不幸离世了 经历人生种族之后呢 大家也看到了 依然没有打倒这位 年轻时看似有一些个猥琐柔弱的男人 他仍然坚持完成了上站专辑 说完Jonathan呢 咱们再提一点这个吉特贝子吧 就是之前说的这个 成功之后有人诱惑你的问题 其实也对呢 很难拒绝的一东西就是 可能在出名早期呢 只是希望自己呢 能够成就自己的梦想 然后有那种喜欢啊 然后可以过遥可明清点的生活 但是当成功真正的走向了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人生经常会在意你的事业 有一个初期的小高潮的时候 会发现身边诸多的诱惑 会同样带来一些个不良的附属产品 比如说毒品 所以呢 HAD跟FUDI呢 也是不幸深染此道 并在这个酗酒和毒品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所以导致六年HAD呢 就决定退出了这个乐队 在一二年归队以后呢 以及在HAD呢 已经戒掉了这些个不良嗜好的五年之后呢 终于宣布对全民体开放谈论此事 也是希望给各种的年轻人一个正面的引导 并且呢 HAD跟FUDI呢 也表示呢 在找到了人生信仰之后呢 终于帮助自己 在之前多次解读没成功的情况下 成功解读 哎 又说到我的节目之前老话题了 光剪贼吃肉 美剪贼爱打 在光鲜亮丽的背后 总有一些个为难 以及原本不可告人的痛楚 值得一提的是 HAD呢 为什么是那么努力的 希望改变自己的不良嗜好呢 也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呢 还是一名单亲父亲 所以他的女儿也是这个小时候在这个父亲的巡演过程中长大了的 然后跟着爸爸一块去过各种颁奖礼啊 见过各种大明星 小明星啊 在这个养孩子过程中呢 HAD就觉得 哎呦 不行啊 这样啊 老爸这个形象太不行了 应该是时候为女儿做出榜样了 So 最后呢 又回归的咱们每期分享乐队呢 其实主旨的问题就是 我这一项节目呢 是希望大家在了解一件事物的时候 同样可以激发你更多的思考 像刚才之前也说到 扣乐队还在不断高产的过程中带出软饼干嘛 所以他这一系列的作品的发展 你可以看出来他是利用自己的音乐作品 完成了自我对话 自我疗愈的一个心理过程 所以说今天咱们悲惨故事呢 男出角与男配角呢 也是在自己的音乐历程里边 用音乐这个武器完成了一个性格 然后以及精神灵魂心态的自我完善 并在整个摇滚的历程中呢 给大家呈现出了一条美丽的人生曲线 从早年间的不幸 到之后的 Wetress Renegg的崛起 穷人诈富 再到之后呢 领军整个新派金属 以及冲进流行明星行列的成绩 然后得到的各种的肯定 再到之后的成功 以及生活带来的阶段性的沉沦 以及在沉沦之后 重新找到信仰 找到自我的过程 所以Coin呢 就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整个的人生历程呢 分享给歌迷 今天也像现在扣人主唱啊 及乐手 在努力做的这样 在努力的去 希望鼓励更多的新朋友 让大家在这条不良嗜好呢 以及心理建设上 去有一个更清晰的方向可以去努力 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 在经历着诸多的人生托折之后呢 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的方式 而是用这种很积极的方式 来帮助他的同事 靠着这哥几个 仍然还可以做出这种 带出软饼干 建立自己这种牢靠的 兄弟情怀的这个事迹呢 这点是非常值得 所有做不做也对的人学习的 有一句话说的好嘛 就是不要欺负比你弱小的人 有本就去欺负比你强大的人 但是实际生活中的 一般不敢欺负比自己强大的人 你自己弱小人呢 也不见得敢欺负 所以经常有一种人呢 是他们欺负对他们好的人 这种行为呢 就是非常不提倡的 说到这个心理建设的一个问题上呢 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阿德勒的心理学 阿德勒的心理学有一个核心的理念 就是被讨厌的勇气 主导的内容是 不要在乎你所谓的 原来的是阴影也好啊 伤害也罢啊 其实严格的说呢 基本上都是借口 过去的是 会影响你未来的选择吗 可能有一点吧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的话 过去的影响一定不会是决定你现在做与不做的最终原因 所以呢在个人经历里面 希望大家可以抛弃所谓的阴影 或者是碰架模式思维的束缚 去更用勇气更积极的做一些选择 做一些自己的努力 这才是人生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一种选择 说到这个被讨厌的勇气啊 然后又联想到他们兄弟也对软饼干了 软饼干就在自己的官网上曾经做过一个活动 叫 It's cool to be a hater 成功能试着积极的一面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了解 然后努力去学习的 并且有可能会帮助你进行自我完善的一个小动力 这个风潮啊还不得不说啊 不光他们这穿着啊 还包括当时这设备 比原来贝子多一根弦的贝子 比原来吉他多一根弦的吉他 我估计当时爱丁丝厂的老板 是爱死他们这哥姐了 能把七弦级的五弦贝子推广到全球各地啊 让大家纷纷换琴了 这实在是一件促销带货的早期经典案例 而且想起我小时候去这个长城琴行 看见这个抗上哥俩的这照片啊 也觉得哇真有样啊 大长脸配大长琴 并且扣人这乐手啊 在这个职业生涯中啊 一直也没有转头境外的乐器厂商啊 这点反映出来扣人一个是 这只很坚持对自己追求很长情的一支乐队呢 看来这个Ibanez和扣人乐队的合作是非常的顺畅的 再给大家展示几个这个 咱们中国的Ibanez琴的代言啊 也就是扣人乐队呢 咱们中国的同事们啊 可能比较熟知的 有咱们老牌的金属乐队 芝西 然后像新晋的比较热门的乐队 像这两个乐队呢 在我的IAB节目中都有出现过 也希望大家有趣的朋友可以出生鬼玩来收看一下 今天咱们讲的这个乐队一个经历的牛逼事儿 然后以及悲惨经历啊 咱们再补充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件事儿什么呢 在前几年的一次采访中 邝儿乐队的这个集的首Monkey说 在小年间的一首歌曲Get you live 这首歌的MV里面呢 集合了诸多的当时的街头文化的明星啊 新金属乐队的一些成员啊 反正就anyway就各种明星俩吧出镜 拍摄MV的过程中呢 这Monkey呢已经喝得二无仰了 有一小孩过来拿张盘说 Hey man,我是一rapper 听我这张盘,听我这张盘 拿也清点,拿也清点 拿也清点,拿也清点 结果Monkey又说 我就说我喝多了 不用了 说我就是一个弹吉的呢 数年之后呢 Monkey看自己的MV 发现原来这个小孩 就是之后大名鼎鼎的白人说唱之神 Eminem 然后采访中呢 那个head也特别逗啊 说谢谢你啊兄弟 要不是你的话 咱们要Bjure 早点牵着他的话 咱们就是亿万富翁了 好吧 然后今天呢 聊了这只老牌新派领军人物的Corn 之后呢 讲的也怪累的 实在经历太多了 而且那么曲折 好事经历多 是坏事经历也多 所以最后呢 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二十多年 跟几个分分合合 大起大落的人生中呢 现在你看到的这支乐队呢 其实 它是比在九九乌斯道上 带来排山倒海 切式的那支乐队 更强大 更有力量的Corn 因为他们现在告别了 不良嗜好 头脑清醒 目标清晰 努力高产 兄弟们团结一心 并且呢 他们用这种态度 凝聚在了一件二年前 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事情 音乐 在整个乐队的历程里 Corn乐队呢 用音乐面对自我 完善自我 用音乐逐渐强大了自己的精神和灵魂 在节目最后呢 也让我们祝福他们有更美好的未来 也希望咱们国内的 坚持在二十年左右的乐队 也一直努力 并且持续高产 给我们带来更新更好的作品 好嘞 那咱们就下次见咯